Hello, 大家好, 我是Weber 上一条影片出了之后 我收到很多留言 多谢大家的鼓励、支持 超级感觉到你们的温暖 也感觉到有很多同路人 跟我一起面对移民的挣扎 或者一些难处 原来也有不少人 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移民过来之后 经历过很多变化 或者心努力情 很少跟别人分享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给大家共鸣 让大家知道 不仅仅是你一人这么辛苦 我也是 我在想 过去半年, 为什么我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Youtube 全部都消失了? 因为 我过的过程 很难消化 我正在消化 而且很难跟别人表达 难跟别人表达 其实我觉得有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移民是一种很大的决定 而且移民 好像拒绝一招 当我说一些负面的东西 或者说一些移民 我觉得辛苦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 或者我会觉得 你做错的决定 你是否后悔呢? 对啊 你有没有后悔呢? 有没有后悔呢? 好像你一提出这些事情 即是你提出自己的辛酸 就好像 就好像 我已经做错了决定 但我觉得 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不代表你做错了决定 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时我做对的决定 我都会有些不好的感觉 因为移民这个过程 其实是 你向着一个长远的理想 进发 是一个对的决定 但在过程里面 你可能要做些牺牲 要做些要咬着牙关 咬过去 忍过去 顶过去的事情 在过程里面 这些感受 不代表你做错了 一开始的决定 但是这样表达的时候 是令到我的心更舒服 又或者令到你身边的人 更加明白你的心路 暴力情是怎样 明白你的感受是怎样 所以好像有些人留言 这样说 当听到身边的人 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有些感觉 不是有些感觉 而是有些力量 有些力量 所以如果你在看这条影片 我都希望你可以有些力量 加油 先抱抱 不喜欢走开 第二件事 令到我很难表达的 很难在YouTube上分享 因为很多观众 是我的亲朋戚友 在香港的亲朋戚友 如果他们不明白我的 如果他们不明白我的 如果他们不明白我的处境 然后听到我的故事的时候 我很怕他们会担心 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在过去几个月 做一份兼职工作 而这份兼职工作 是我自己依然在消化 我还没有消化 我消化了大部分 所以我能够在这里 分享给大家 但是在过去那两三个月里 我是不懂如何 和我香港的家人说 我正在做这份兼职工作 那我这份兼职工作 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上一条片子 说的是我第一个低谷 那些低谷是迷茫 绝望 很彷徨 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骚你 个人很没有自信 低落 腿 对手是没有对手 因为没有人理你 根本没有人理你 这个世界 或者对手是自己 我之前的这条片子 就是说人到中年 一把年纪 要重低做起 所有东西推倒重来 的一个感受 是要放下自尊 做一个漂亮的感受 对手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 以及都是我自己 在小时候 我经常会觉得 当你长大 有人生月历的时候 你大过了的时候 就不会再迷茫 不会再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不会再去到被人欺负 不会再去到需要 表现给别人看 去到证明你是可以的 因为那些有点点 毁烈的臉 去告诉别人 我行的 你请我 或者我行的 你找我做事 我以为人生的月历 去到差不多 累積了某些经验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 但原来这些一切 都是没有保证 当你的环境一变 当你身处的文化 你的职场完全一变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开始 再学习 我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真实故事 我的朋友 在入冬之前 进去的家庭 就是车房 打开一个很久没有打开的柜桶 然后柜桶里面 看到一排排 一排排的虫 排得很整齊 好有规律 一排一排排在虫 然后他就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虫鼠的窦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屋主 当然不需要动物 无端端住在自己的家庭上 所以他就把所有虫鼠 全部冷清掉 丢掉它 希望虫鼠就不会再回来住这个家庭 对人来说是很合理的 但是对虫鼠来说 如果你有虫鼠的角度 就会觉得 我这一年 由春天到夏天到秋天 一直以来 存在虫果 我搭得这么整齐 就是想着我冬天的时候 可以养我的家人 我的子女在冬天 就在这个车房 在这个车房里面 过冬 但是突然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冬天就来来了 我是不是要 重新很快很快地 在街上收拾那些虫果呢? 那我说一说 其实 这几个月呢 我兼职是在做什么? 其实从5月开始 Alberta 就将凡有两年驾驶经验的 Class 5 的司机 都能够自动 改变成为 Full License Class 5 的Full License 然后 原来Class 5 的Full License 是可以聘用很多 是可以有很多 司机的工作 因为由于在香港回来 1月至到 4、5月 我一直在那里 都没有工作 有Full License 也没有 所以我就试试做司机 然后 5月就聘用了我 训练两个星期 就立刻上班 所以 5月到7月 放暑假之前 其实我的职业 part time 的职业 都是 是 我是一个 商场人士学生的 效尔巴司机 但如果你在加拿大 成长十多年 其实你觉得 持着效尔巴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问很多 在这里大的人 都说 持着效尔巴很好 做司机这儿很好 好学士 赚到钱的 但当你用一个 香港长大的人的眼光 去看持着 持着效尔巴的工作 其实就真的 不是那么 我再说一些背景故事 其实我爸爸 由我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是做运输的了 做跟车 然后就做司机 效了个牌子做司机 然后做做做做做 他自己有一辆货车 他开始自己的公司 然后自己接单去做 有自己的客人 有很稳定的客人 然后就开始有 Google van这个APP 他自己也上台 有很多生意 我猜不到 当Google van 这个APP 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到 开火 然后他自己 没有什么生意 最后他又转了 做开的士 原来最后 开的士更好 开火 好 我想我父母 和很多香港人的父母 都差不多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去赚钱 供养自己的子女 读书 做一份好工 然后我的下一代 不需要再靠努力去找食 好了 然后到我40多岁 成家立室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在办公室 有一间房间 还有添人跟你一起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 我父母都觉得 功德圆满了 可以有个儿子 读得书成 有一份好工去做 但当我移民的时候 我就转回做 银巴士 做一份司机 在这里做 DISABLE的 效巴士机 要考个Class 4 牌 要考个S Endorsement 这些详细 如果你有兴趣 做巴士司机 我之后再和你 再分享多些 每一天都要查银车 我一开始上班 头一两天 我查银车的时候 我发现银车 好像冷气坏了 然后就 召集到Fleet 即是自己公司的维修部 他就说 你去哪里查银车 查银车 又没事了 然后我去查银车 查银车 回来 那间维修公司 就说 你的巴士 不是冷气坏了 你的巴士 是没有冷气的 然后 当我和其他巴士司机 说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的车没有冷气的 然后他就 到一喝醉笑 然后就不出声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是新仔 被人欺负 所以就派一些 比较差的 比较旧的巴士 给你驾 他没有冷气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几乎夏天都很热 所以每一次我驾 上午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上午都比较亮 但当我驾下午 放学那程的巴士的时候 一落下 太阳很厉害 二落下 因为这些车晒了下午 整个焗炉 一上车就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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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许多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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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放到中间,我有几个星期没链过 颜色退了 其实我本来是很白的 然后有一天下雨 Kagory 有时候很晒 有时候很大雨 很大雨那天,整个车头玻璃 因为外面的空气很冷 里面的空气很热 还有有人在 所以整个车头玻璃都是蒙茶茶 在这个公路上,突然是蒙茶茶 如果我在香港,或者我开明自己的车 就开冷气和恶春布玻璃 让它能清除雨 但不要忘记的是没冷气 唯一就是暖气 暖气在车的后面 即在最后座位的后面 其实我开稿暖气去,都够不了 edible 唯一能够打Л牙 bede 让凉风吹入来 让玻璃能够清晰一点 可以看到路 但是一旦搅拌玻璃下来的时候 因为外面下着很大雨 所以我半边这边身 又是这边身 都会濕透 还有那些水不是撇雨 即是那些雨不是撇雨地撇下来的 而是像水喉一样 因为其实它的雨是沿着车身 我的声音是沿着车身 在室内,在司机位那边打开 幸好当时没有学生在后面 我都可以很专心地看着路 看着前面的车 小心点去驾驶 这些是身体上吃一些斧头 还有那些狼狈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 当你做一个新的人的时候 而你的责任是很大的时候 因为其实驾驶巴士的责任也很大 你要跟老师交代 你要跟学生的家长交代 譬如学生有什么事 或者你的车有什么事 是很大责任 这人会投诉你 当你这么大责任 但其实你的知识或经验很少的时候 你就很害怕会做错事 怕做错事的时候 有少少差池都会觉得很方丈 那种方丈是我做这么久的事 我想近十年都没试过这么方丈 因为不知怎样算好 因为当你做了一份新工 你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 你又会随时很大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很贫能 哇 怎么办呢 搞得不行 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们开了商财人士巴士 所以有一个起降的 就像一个台那样 就是让小朋友上轮椅 然后就 然后就进去 然后就关门 这样上落那个架 有一次我去接学生的时候 她的家长在这里 她的爸爸在这里 学生爸爸在这里 然后我按着那个按钮 那个 wheelchair lifter 都不下来 可能不知道怎样算好了 啊 糟了 是不是要我打电话回去公司 technical support 还是要跟爸爸说 不如你今天车你自己的女儿回学 又或者是否要跟他说 不如你可否今天不回学 那时候是很混乱 也都不知道怎样算 那时候那个爸爸就说 你不如按一下 推一推那部机器 其实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你推一推它 然后我就推一推它 按一下它下来 再开一个按钮 那这样就搞定了 其实可能是很小的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的感觉 就真的觉得好像很糟糕 或者是很幼暖 很fragile 突然之间 一个人好像学生那样 然后呢 那个爸爸的眼色 又不是太好 就是那些面色又不是太好 所以呢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 叉叉地 那我想我这份工作也叫做舒服 是不是叫做舒服呢 就是日晒雨淋 那我知道有些人的工作更加辛苦 有些爸爸移民来这儿 不单是做不到之前那一行 没有这样的职位 没有这样的人工 还要做厨房 很热 要站整天 很危险 可能被人骂 做得不够快 有些人是会做装修啊 木工啊 之前没碰过的 可能很骯髒啊 要担担抬抬抬 有些人做deck 要抬木啊 只是做抬木布 没有份起的 有些人我见过 听过就是在酒店做 撕皮呢 有些妈妈就是要清洁 撕皮呢 那这些可能也是很辛苦 或者觉得要从低做起一些的工作 但是那些人可能在香港 在移民之前 其实他已经是用他自己过去的经验 努力 知识 网络 去到 已经在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岗位 但是来到这儿 就要完全全部推倒重来 从头开始 由零开始过 我想 我看 面那种的难受 就是一些身体上的难受 譬如你累啊 你可能会受伤啊 可能要碰一些骯髒的东西 会被人骂 会被人说 你为什么不够快呢 做事 又或者会被人摺 会被人有些面色看 这叫外面那种难受 但内面那种难受 我自己觉得就是 好像那种虫鼠一样 即是你一直在香港 你的人生用了一大半世 去到累积一些东西 以至到你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位置里面 你以后也是这样的 但是突然之间 因为你移民 你要回到起点 回到起点 回到起点 从头来过 但是 从头来过也不是问题 因为我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是当你四十多岁 要从头来过的时候 你回到起点 你站在开始那点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原来时间过了 追不回 原来你的年纪过了 追不回 你再站在开始那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 你真的老了 我的手会痛 我的腰会痛 而且我再望远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 再建立原本 我以我有的东西 很唏嘘的那种感觉 有时我持有奥巴的时候 我会开个听 通常我都会听广东歌 有些香港人的感觉 香港的回忆 我很喜欢听Rubberband Rubberband 很多歌 其实都是在我移民的过程里面 很大的推动力 或者一些鼓励 其中一首 我持有奥巴的初期 我当一听的时候 我就会哭 我只会哭 我 registrar 我记得你 有时我会通过 我记得你 有时我记得你 不过我 他记得你 我记得你 有时我记得你 有时我记得你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朋友和我差不多状况 我请你分享这条影片给他 给他一些能量 又或者如果你在看这条影片 你是这个状况的话 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也好 或者你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做这些工作也好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你记得按一下下面的钟 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